苗栗县学子站上国际舞台 通宵镇齐名国小 推广捷令鼓 每年白沙屯拱天公妈祖出巡 都会表演给妈祖娘娘欣赏 暑假将代表台湾 前往欧洲参加捷克艺术节 但是旅费尚缺70万元 希望透过大众力量帮孩子圆梦 展现气势与自信 苗栗学子准备好了 通宵镇齐名国小即将前进欧洲 将练习已久的跳鼓阵表演 带到捷克艺术节 难得有这个机会可以出鼓 那你会不会觉得练习很辛苦 一开始练的时候会很辛苦 然后到最后慢慢练起来之后 经过老师们的教导 然后让我们学会 之后就不会觉得很辛苦 推往民属艺文 齐文国小苦练六年 这回有机会让世界看见 让全校师生都好兴奋 努力了六年的时间 那在这段时间 我们跟地方的文化结合 然后再来在民属的 民属文化保存的部分 我们都一向非常努力 那今年我们要带出去的 是陶笛节令鼓还有跳鼓阵 接获代表台湾登台表演的消息 四五六年级学生冒足全力准备 他们也没有说寒累啊辛苦 然后老师我要休息什么的也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看到他们技能上的进步 然后还有忍耐力就是毅力的部分 我觉得对于孩子们而言 也应该是他们最大的收获之一 学生师长约四十多位 暑假八月份要出发 但所需经费还有七十万元要努力 经费一直是我们烦恼的点 那目前也感谢很多善心人士的帮忙 我们总经费需要五百四十八万 那目前我们已经有四百八十四万 我们只短缺七十多万 那这部分再希望大家一起帮助小朋友 如果各方人士有想要赞助我们 就是也对对对 希望就是可以帮孩子们助一份力 然后我们的官网都有我们的详细资讯 我们也会做更公开证讯 师生希望能顺利参加节课艺术节 期盼集结社会大众力量 共同完成登上国际舞台的梦想 一会儿一会儿牧场 就被燒搞了准备 Thank you 谢谢大家